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在這一集呢 先來看一下之前留下來的作業 在之前的作業有這麼一題 就是一樣是那個 能不能夠接受 study hard的偶像們 拍床戲的這個調查 他說照逼的粉絲接受度的合狀圖 如下 照逼看了一眼說 平均可能是7.5 踢光看了一眼說 我覺得平均應該是5.5吧 選L說你們兩個說的都不可能 他們三個誰說的對呢 那為什麼 那就是這個合狀圖 我們可以看到呢 等於說最低的位置在3.5 然後第一四分位聚在4.5 就是說有四分之一的人 有四分之一的人呢 他的票是投在3.5到4.5之間 然後有四分之一的人呢 他的票是投在4.5到6.5之間 然後有四分之一的人的票 是投在6.5到8.5之間 所以說最後四分之一的人 投票在8.5到10 那就是說我們怎麼知道 他們講的合不合理 那乍看之下說你說 他說 平均可能是7.5 也不是不可能啊 平均可能是5.5也不是不可能嗎 就平均不一定剛好是中位數啊 那到底他們兩個講的有沒有可能 還是說都不可能 還是說都有可能 那到底誰講的是對的呢 那就是說 我既然已經知道 我四分之一的人 在3.5到4.5之間了嘛 所以這四分之一的人 最少最少 我們假設 怎麼樣才可以讓平均最低 在滿足這四個限制之下 我想要讓平均盡量的低 就是讓這四組的人 全部都投到他的低 底線去 也就是說有四分之一的人 他就是投3.5 然後第二組四分之一的人 就是投4.5 第三個四分之一的人 就是投6.5 第四個四分之一的人 就是投8.5 那當然他不可能都投8.5 因為他都投8.5 就沒有人10了嘛 但是就我們假設 他幾乎全部都投在8.5 但是就是有一個10 8.5多一點 所以說我們就是會有一個人 他 假設有一個人投到10 然後其他都投8.5 這樣 所以他比8.5多一點 多一點 我們在上面標一個加的記號 那這樣子平均起來會是多少 因為各佔四分之一 就是說 假如說100人 這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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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四個都乘25 加起來除100 那就等於這四個直接加 加起來除4 那所以說我們這個最低的平均呢 我們的平均最低的時候就會是這樣 那這個加起來的時候 這裡是13 這裡是11 所以合起來是24 對吧不對 這個是12 這個是8加3是11 加1 這是12 這個是11 12加11是23 所以23除以4的話是23除以4是6 23除以4是5.75 比6少0.25 所以他是5.75 以上 他比5.75高 可以嗎 那然後呢 如果他們所有的人都盡量投在最大 也就是說 這個 有四分之一的人都投4.5 那一樣 他一定會有一個人投3.5 要不然就不會有那個3.5 所以我們寫4.5加 4.5減 他一定會有一個人 投到3.5去 所以假如說這四分之一的人平均起來就是投4.5再少一點 然後呢 4一個四分之一的都投到6.5 然後再下一個四分之一都投到8.5 再下一個四分之一的全部投去10 那這個時候平均起來會是多少呢 嗯 這裡 這裡是11 這裡是11 11 11 21 29.5 29.5 除以4 喔 臭 7 28 15 3 12 3 75 7.375 會比7.375還要少一點喔 那換句話說呢 這個平均喔 平均一定會在 這個5.5和 5.5到7.375之間 最後的結論就是 大於 大於不會等於5.75 5.75 然後會小於7.375 所以呢 誰對呢 選哪樓對齁 7.5也不可能 因為他不會比7 他會不會比7.375大 然後這個5.75也不可能 5.5也不可能 因為他不會比5.75小 然後是我們上一集留下來的機率的問題 小明手上有兩個袋子 左邊這個袋子有ABC三顆球 右邊這個袋子有1跟2這兩顆球 那球的大小 重量和觸感都一樣 然後閉上眼睛 從左邊抽一顆到右邊 再從右邊抽一顆到左邊 再從左邊抽一顆出來 抽出來的這顆球是數字球的機率有多大 那就是說我們這個 我想要知道最後 抽出來的球是數字球的機率有多大 如果我最後從左邊的袋子抽的時候 這個袋子裡面 因為他說球都一樣 假如我這個袋子裡面有兩顆數字球 兩顆 這個英文字 兩顆英文球 那我抽出來是數字球的機率就一半 假如我有一顆數字球和兩顆英文球 那我抽到數字球的機率就三分之一 所以這個問題呢 其實就是要你去推算說 經過他的這一番的 這個 這一番的調整之後 我最後的那個袋子 你要先知道這件事情 最後的左袋中 到底有幾顆數字球 幾顆英文字球 那我們一開始關心左袋 左袋會一開始有三顆英文字沒有數字球 右袋一開始是沒有英文字 只有數字球 兩顆 那經過他第一輪抽籤之後的結果是變成這樣 就是左袋變成剩兩顆英文字 右袋跑出一顆英文字和兩顆數字球 那第二次呢我要再從右袋抽回去 左袋的時候就會有兩種情況 如果我抽到了數字球的話 如果我抽過去 抽過去左袋的那顆我抽到的是數字球 這裡我寫抽數字球 抽 那這樣子我的左袋呢 就會跑出一顆數字球 他會有兩顆英文字球和一顆數字球 然後這個時候我的右袋呢 因為少一顆數字球 所以我的右袋就有 一顆英文字和一顆數字 那也有可能我會抽到的是英文字嗎 就剛把剛抽過來的那個英文字抽回去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的左邊 就會變成右邊回三個英文字 然後我的右邊 就又變成兩個數字球 對不對 然後最後我再從左袋去抽 那其他最後問你說 最後抽到數字球的機率 所以我們可以就不用理 不用理右袋 不用理右袋 我最後從左袋這裡抽 我要抽到數字球的機率是 對不對就是三分之一啦 那如果是這個呢 這個我要抽到數字球的機率是零 就不寫了 可以嗎 那所以關鍵在什麼 就是說我是不是一定會變成這樣 又不一定啊 我這裡不是出現一個差路嗎 這個一定會變成這樣 但是到這一步之後會出現一個差路 那我在 從這個狀態 就是右袋有一顆英文兩顆數學的時候 我抽一顆回去左袋 抽到數字球的機率是多少 這個機率呢 其實是 就是三顆裡面有兩顆是數字球 是三分之二 對不對 那這一顆的 這個的機率是 三分之一 我假如有三分之一的機率 把英文球還給了左袋 最後左袋就都沒有數字球 所以最後 我想要讓他抽到數字球的機率是零 所以這裡就不會有機率 不會有數字球的機率 那如果我想要 讓他有數字球呢 我一開始 抽一顆過來 讓他變一顆英文兩顆數字之後 我要去抽兩顆數字的其中一顆過來 補回去左袋裡面 然後又被我把那顆數字球抽出來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最後會是 就是 寫到上面 九分之二 可以嗎 就是三分之二 然後又三分之一 那就是 這個 用這個問題去看你們能不能夠去討論 有點複雜 感覺抽來抽去 其實裡面有很多部是沒有用的 就是我故事可以從這裡開始寫 對不對 我從說有一個袋子 有一顆英文兩顆數字 抽到 兩個都是英文的袋子 對不對 我前面其實是多的 但就是說 考驗一下你們能不能夠 從中文字裡面去想像那個情境 第六題 從所有的二位數中隨機選一個 選中的那個數字 他的個位數大於十位數的幾率 然後他個位數小於十位數的幾率又是多少 如果十位數是一到九 然後個位數大於十位數字的 如果十位數字是一的話 那個位數會比十位數大 也就是二到九都可以 對不對 好那這個 如果是十位數字是二的話 就從三到九都可以 十位數字是三 就從 四到九 四十五到九 諸如此類的 你會發現這裡總共幾個 九減二要記得加一 九減二加一 這裡有八個數字 那這七個 這六個 五個 那這我們都不列了 四個三個兩個一個 如果你十位數字是九 你要個位數比十位數字大就沒有 那所以這樣全部加起來 一加到五四十五 加六二十一 二十一加七 二十八 二十八加八 三十六 所以這裡會有 我剛說所有的二位數有九十個 我九十個 所以會有九十分之三十六 三十六四 九分之四 可以嗎 九分之四 那這樣子的話呢 個位數小於十位數的幾率有幾個 那你一樣可以去列 那我們在這裡呢 先不去列出來數這個第二題 我們來教大家另外一個做法 那我們可以來畫一個表 這個表的一邊是個位數字零到九 一邊是十位數字零到九 那這個表就總共有一邊有十個 零到九是十個 這也是十個 這個表裡面有100個數字 從零零零一零二零三到零九 一零一二一三到一九 一零一二一三到一九 三零三一三二到三九 九十九一九二到九九 總共100個數字 這100個數字裡面呢 如果我這個中間這一條 砍掉對角線 為什麼砍掉呢 因為我要個位數大於十位數 或個位數小於十位數 那中間這一條就剛好是個位數等於十位數 我砍掉這裡有零零到零九十個 砍掉之後是不是剩九十個 那九十個的話就會有上面有四十五個下面有四十五個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因為我要二位數 我不是要一百以內的 我要二位數而已 所以二位數而已的話 把零開頭的也砍掉 那因為零零本來就淘汰了 所以我還有九個在這裡 從零零到零九 所以呢 我現在上面這個三小型剩下四十五減九 等於三十六 下面還有四十五 可以嗎 那也就是說 在我所有的二位數裡面 九十個二位數裡面 如果我把這上面這排折掉 底下是九十個 我這個這個給他了 底下是不是九十個 那九十個裡面呢 在上面這個三角形的 你會發現 他的十位數就比個位數字 他的個位數就比十位數字多 也就是說我有1 的話 我們看 10在這裡 在這條斜線上 不是10在這裡 10在這裡 11在這條斜線上 然後從這裡開始 1213141516到19 2 2021 22在這條斜線上 232425262728到29 所以在這邊的就是 個位數大於十位數的 有三十六個 就我們剛剛算這個 那所以下面這個 如果個位數要小於十位數的 有四十五個 你就不用去列 你如果從這裡去推論的話 所以這兩個答案不一樣 上面那個九分之是下面這個二分之一 他很像這幾個 有兩者 有一些 二者 唐一 四十四五結